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评论区大赞 开口贵的亮声王 差不多听了一百次最耀眼的港月星星 作为一名年仅十七岁的学生歌声 严明熙出生在香港 父母都是内地人 从小被姑姑 姑丈带大的她 来自双飞家庭 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 能在内地流行歌曲和港月间自由切换 严明熙不仅是最赤手可热的港月接班人 她的故事也足以打破一些人对香港新生代年轻人的刻板印象 不靠背景 包揽选秀三两冠军 严明熙 原名王家恩 近几年 她在香港乐坛横空出世 在各类歌唱比赛中拥夺奖项 而真正令她一炮而红的 是在香港TVB歌唱选秀节目《生梦传奇》中的高位出道 她现在用的一名严明熙 是参加比赛前找风水师傅帮她取的 严明熙在香港到底有毒火呢 《生梦传奇》第七期 严明熙翻唱了林一连的《没有你还是爱你》 成为节目在YouTube手支破百万点击率的歌曲 她在决赛中 包揽专业评选大奖 观众热选大奖 传奇新兴三座含金量最高的奖杯 成为三料冠军 那个夏天 几乎每个香港观众都听过她唱的歌 与父母分隔两地 性格内向独立 2005年 严明熙出生于中国香港 父亲是广东善未人 母亲是河北石家庄人 她来自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双飞家庭 严明熙出生后 被寄养在姑姑和姑长家 她从小物质不缺 但独缺父母的陪伴 与父母 弟弟妹妹分隔两地 思念家人成了她的日常 只有在学校放长假时 她才能和家人团聚 有一次 父母到香港探望严明熙 一家人难得团聚 严明熙恨不得时时刻刻和父母粘在一起 她困得实在撑不住了 被父母哄回房间睡觉 但一觉醒来 发现爸爸不见了 妈妈也不见了 再度被孤零零地留在香港 她伤心地嚎啕大哭 闹着要回内地找爸妈 分离成了严明熙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记忆 好在严明熙的姑姑和姑长 用陪伴和疼爱弥补了她确实的家庭 他们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渐渐地 严明熙习惯了自己有两个家 一个在香港 一个在内地 也习惯了自己有两对父母 她和父母之间是分开生活后 彼此的牵挂和想念 她和姑姑 姑长之间是朝夕相处的默契和感恩 长大后 严明熙学会了体谅父母 慢慢放下了对回家的执念 受伤对婴儿成长经历的影响 严明熙从小性格就非常独立 她最常做的事是在家里发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姑长发现了她在唱歌方面的天赋 因为看中国好声音 严明熙开始喜欢上唱歌 她独自在APP上练习唱歌 结果被姑长听到了 就问她你要不要学唱歌 从此 严明熙一边学唱歌 一边报名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第一次登台表演时 严明熙戴着长方形的眼镜 烫了卷发 整个人看起来老气又木讷 但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她 一开口就征服了挑剔的评委们 她处处茅庐就一路开挂 大大小小的奖项拿到手软 从13岁开始 她连续读着沙生沙田超新生歌唱大赛 2018少年组亚军 中学大专歌唱比赛 中学组冠军 第一届全港流行声乐大赛冠军 官堂区联校歌唱比赛季军等 抱着积累舞台经验的目的 严明熙递交了TVB声梦传奇的 深赛深情表 作为一个学生歌手 她扛着血液和比赛的双重压力 内向慢热的她因为不擅长表达 说话经常天骂星空 一夜之间就被观众封为火星女孩 但她一走上舞台就判若两人 扎实的唱功 稳定的表现 独特的感染力 让她成为夺冠的最大惹门 所有人眼中的大魔王 佛系面对诋毁 讲你坏话的人 就是想看你出丑 有段时间 严明熙的商费身份 给她带来了一些争议 但天生佛系的她 从不把这些诋毁放在心上 没所谓了 是她的口头禅 她并不介怀 睡一觉就把恶评通通泡住脑后 比赛进入白日化阶段时 碰上学校要考试 她的压力一度非常大 但她告诉自己 讲你坏话的人 就是想看你出丑 所以你更不能出丑 她用实力说话 用歌声和观众交流 虽然踏上舞台前 她也会紧张到喘不过气 但踏上舞台后 她就像回到家一样坦然 这是我家 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她的唱强独特 既有王妃的空灵 又有王婉芝的灵气 更有媲美邓紫棋的铁飞 别看她小小年纪 歌声的力量却不容小觑 越来越多的人被她打动 她演唱的领悟 成了她九首歌 点击率破百万的歌曲 决赛中 严明熙成功折柜 欠证了这一季 枯枯和声乐老师激动落泪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是感动得泪如雨下 她不靠背景 不靠运气 只靠真材实料 取得了成功 身份认同感强 大破偏见 和很多高开低走的选秀 艺人不一样 严明熙在拿冠军后的人气 仍十分强劲 她当时红到什么程度呢 返校第一天 媒体们特意蹲守 在她就读的女校门口 就为了拍到一张 她上学的照片 放学途中 她即使戴着口罩 也会被周围的市民认出 上前要求合影和签名 去年九月 严明熙推出第一张个人单曲 《真话的清高》 上架四十九分钟 就登顶流行榜 去年一月 她获得了叱咤乐坛 声力军 女歌手银奖 还是香港十大热搜 娱乐年度风云人物之一 她在香港的口碑和人气 可见一斑 私底下 严明熙的言行也非常吸睛 她性格简单 直率 不做作 她经常在个人社交平台翻唱歌曲 既有内地的流行歌曲 也有筷子人口的港乐 各地的年轻人 在她的分享下 交流着不同的音乐形式 她的身份认同感非常强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返回时 严明熙发文赞叹 哇哦 热烈欢迎航天员们返回地球 满满的自豪感 她还特别有爱心 经常带头发起慈善活动 善待小动物 让很多人看到了香港00后的闪亮和可爱 打破了一些人的偏见 张学友 谭永林 加入后援团 点赞大扣 这次严明熙代表香港新生代 参加声声补习 张学友 莫文蔚 李克勤 王祖兰 都是她的后援团 相当有排面 谭永林夸她 是香港近十几年来 非常难得的先一个歌手 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高 内地观众本来还半信半疑 但严明熙只用一手肥肥的时间 就征服了大家的耳朵 她的音色漂亮 气声与假声都轻透如麦 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老天爷上饭吃 在节目当中 是当之无愧的潜力骨 在声声不息 一鸣惊人后 很多人拿她 跟邓紫棋作对比 更多的人 则是期待她和 善宜成的切磋 两人都是选秀冠军 唱功都非常了得 他们都有属于 各自成长背景的音乐表达 分别代表了 内地和香港乐坛的 零零后新生代 期待他们未来 更精彩的表现 用歌声 交流理解 用音乐 打破偏见和分歧 传递爱 理解和包容 让爱音乐的人们 心和心 贴得更近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